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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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宗大和起院的事查incarnate 這個老婆是要給的 她一毛錢都不用給的 暫時她還沒判 又是這些老夫少妻取大陸老婆 你對她好 誰知一對她好就變樣了 是 其實我自己 這方面的經驗我個人是沒有的 我生活在香港 我沒有去過大陸 我生活在香港的元素都不多 但是我用回一個美國的比喻就是 其實你自己的男人應該心知肚明 你被呱叫這些就是Sugar Dad Sugar Daddy 你是大年紀一點的 你只不過用錢或者身份地位 來吸引到一個比你年輕大一節的女生 就做你一個老婆 迫活引號 迫活老婆 又或者是你的情人 但是做男人那個應該自己醒目了 應該知道其實那個女人跟你有關係 只不過是最終是想要你的錢 或者要你的地位 可以給到她自己的地位提升 所以其實做男人的話 應該即使要這樣做 要因為這樣而娶到老婆 你都應該要之後留一手 就不要那個女人說甜言物語 給他所有東西給他 那什麼吃虧的那個妄狗 將會最終是你自己的 那當然 香港我看過不少這些案子 都是個男人 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或者一個預備的 香港其實真的有很多案子 所以為什麼河馬這樣做呢 河馬你以為香港有一個 大把是這樣 可能平時我們旁邊的屋 那個香港的大媽也是這樣 就是好像河馬再多一宗罪 就是欺騙我們的公屋 是 還要找阿鹹白過來 他屈捨 就是好像每一個都是這樣 阿梅啟明那個情婦 大家看看那個情婦 是 香港人又有公屋 但平時曬子也很有錢 我養起梅啟明的 我做生意的 那你就不要住公屋 你這麼有錢 我還不明白為什麼這些人可以這麼快 他是泰國人來的 阿梅啟明沒有正式結婚 怎麼這麼快 香港又會有樓呢 我又公屋 原來又是嫁了來香港 好像 有個老公 不知道他離婚後沒有 因為梅啟明 清清離作婚 但未離婚 梅啟明的泰國情婦 又有老公 他老公又在上面 又有他兒子 就是很亂 但今天這個泰國的情婦 發覺他老公有兒子 即梅啟明的情婦 所以才 然後很不開心 他很多事 但他現在還說 因為朱姨爆料 即梅啟明的老婆 即梅啟明已經離婚了 她的老婆 但未離婚了 手續都未做過 就說 梅啟明都好像韓伯那樣 在這個尾尾間 屈蛇 而我最不妥的就是 我們剛才你看 輪候公司的數字 是這麼高 這麼多人 有些等十幾二十年 都未上樓 然後好像河馬那些 一百年還在商情證 還在香港 已經是這麼快可以住在香港 跟著這些尾尾 它也是 是 那你說我們這些資源 是怎樣 其實我自己的頻道 應該沒有講過這件事 不過 我在最正分析的Live Chat Room 我也是曾經講過一件事 就是 其實在這些事件裏面 那些Juicy 當然都是好笑的 我都會聽一下的 但我最關心 都是其實這些人所做的行為 有沒有犯到任何一些 政府所定下的規矩 Policy 又或者民事或者刑事的罪行 如果有的時候 政府是否應該主動介入去調查 因為 我最關心的就是 這些行為 會不會影響到公眾利益 或者甚至公眾的安全 嗯 是這件事 我講一單 出一張照片 這單又是那些香音大媽 她自己放片上去 她拍救護司機 那是狗包司機 不對 私原則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這位香音大媽 就是戰弄了那個鄰衣位 他的行李 他的行李 那個行李就鄰衣位 一個安全帶綁著 正常了 巴士應該也有些位 被人攻擊 可能他沒有 他那裏 但是你是不是也不應該 這樣霸佔鄰衣位 因為可能 間都會有鄰衣的人士上來 於是 司機就說你犯規 大媽不肯搬走行李 司機就是你不搬走 不開始 大媽就拍片發怒了 他就說 你啊司機 你有什麼態度 司機回覆我正常態度 大媽說 你有什麼態度 他這件事當然了 大媽還說 我現在站在這裏不行嗎 即是我站在這裏 我的行李箱就放在他旁邊 不斷罵 大媽死都不肯搬走行李箱 死都要裝著輪延的位置 他還說很對 就自己拍了一片 放在網上結火 當然就是這樣 被人吵 我從一個商業或者保險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車長當然是做得很對 因為原本是設計給輪椅而不是放行李的 那為什麼是 我剛才說商業或者保險的角度 就是因為如果車長明知道這個情況 就是有人霸佔一個給輪椅用 只是給輪椅用的一個位置 然後放行李 然後用剛才那條帶綁住 但我不知道那條帶是不是實證的話 而車長之後就裝不知道 或者裝不過 繼續開車 開車的途中其他客人上來 而那個行李如果是突然之間掉了出來 在行駛的途中 然後撞擊到其他的乘客的話 那當然這件事就可能會報警 然後保險公司要介入 最後應該保險公司都會首先賠款 但是如果類似的事不停發生 一間同一間巴士公司裏面 那間保險公司自然就會說 咦 為什麼你們經常性就不是符合你們的 policies 或者你們的標準去做事 令到我們保險公司要幫你賠錢給你的客人 之後這間公司就可能會charge 例如九巴或者這間公司是不是九巴 就會charge他多一點的保險 premium 就是保費會增加 或者甚至乎可能情況再惡劣 可能是不賠 因為港公司 我都要保障我利益 如果我見到你的九巴司機 是屢次發生這個情況 明知道而繼續給他用 那個地方根本就不是讓你擺貨的 然後那些貨就相當其他行業 每一次都是要我保險公司賠的話 你當我開線堂了 或者你按住我利益 或者你是欺貨的 就是這個原因 亦都是解釋到 為什麼這個車長是做得正確的 他是其實作為公司的員工 反而是這樣做的 是保障公司的利益 那當然啦 其實香港人為什麼經常這麼興趣這些 即是你落到來 不守規矩 這個網友可能糾正了我的問題 就是九巴自己補 當然那句 即使九巴自己補 那就是九巴自己硬出來 那更加就是他 更加做得正確 是 多謝這個網友的主題 去呀 即是司機的做法 你問我 那些網友都幾一面 都知道他做得正確 所以我們經常最興趣 就是你落到來 有行守規矩 就是聲大甲 以為自己有特權 所以為什麼其實 很多中港暴禁 其實都是來自他這件事 不過我們這節差不多 待會第五節他回來 即是TM會講很多話 第五節他也會繼續講一下美國話 還有會講一下神秘學 不過我們第五節他再跟TM聊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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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